这次的火箭不仅飞行控制技术独步全球 从研发到组装 更有95%以上都是MIT由台湾制造 而幕后团队ARC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成员超过50人横跨6校人才 我们记者也特别深入了解幕后的研发跟制造 到底台湾的自制火箭能达到多高的水准 记者陈燕伟 庄俊浩带您独家之籍 调挂火箭的起重机来回穿梭 来到新竹阳明交通大学ARC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实验室成员分工合作加紧赶工 一会儿爬上梯子检查零件 一会儿又弯下腰仰头组装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支HTTP-3AS-2火箭 而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拥有悬浮飞行控制能力的混合式火箭 我们这个团队组出来的这个混合式火箭 它的ISP在同类型的火箭 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利用这种混合式火箭去让它做悬浮 做一个轨迹控制 这个大概就是全世界上第一名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HTTP-3AS-2火箭的引擎段 对主要就是在最下面那一节这样子 对那我们组装的时候是垂直组装 所以它上面就是我们混合式火箭引擎的 氧化剂的一个储存槽 里面其实有四个桶子 因为我们四组引擎嘛 就有四个氧化剂储存槽 跟四个氮气储存槽都在这个里面 拆解火箭的主要构造 由下而上除了引擎燃烧室和氧化剂储存槽之外 还设有降落伞为了减缓发射之后 坠落海面的速度 而飞行导航控制系统又称为火箭的大脑 涵盖了控制器 感测器和通讯的设备 顶端尖尖的鼻椎则是为了减少火箭空气阻力 从2008年开始规划设计 耗时超过四年的时间 才打造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混合式火箭 这次火箭的名字叫做HTTP-3AS-2 它其实是HTTP-3A计划的第二节火箭 那叫S-2其实就是第二节的意思 透过这次第二节火箭的发射来去确定 先初步确定我们的飞行导航控制是OK的 我们再来做双节火箭的一个飞行测试 准备测试倒数 3 2 1 开始 这支火箭的卓越之处 在于它的火箭导航控制系统 目前各国研发的混合式火箭 发射之后多半像充电炮一样 无法自行控制飞行角度 不过这支火箭却独步全球 将类似卫星载具的控制系统设置在里头 如此一来 不仅成本低 安全性高 还能够控制火箭的方向 如果要做卫星载具的话很大一个考量就是它的飞行导航控制 因为我们要进入很精准的地球轨道 它不是单纯飞高就可以进入地球轨道了 它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水平绕行地球的一个速度 所以它的技术难度其实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等级 这个东西就是天线追踪站 它的目的就是追踪现在火箭所在的位置 然后收集用来接收火箭传下来的数据 今年25岁毕业于成功大学的梁又成 大学实习就加入了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毕业之后更选择全职投入火箭的研究工作 在这里像他一样的跨校人才不在少数 前瞻火箭研究中心是由现任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 在2012年所成立的跨校研究团队 除了阳明交大的师生之外 还包括了清大 成大 北科大等六校人才 涵盖领域涉及了通讯 飞行控制 推力和材料力学等等 目前团队有5到10名的专家学者 以及超过30位的研究员 超过50人的团队日以继夜在实验室里头 撰写程式组装测试 共同打造台湾学界的自制火箭 在执行这个计划里面 除了钱很重要之外 第二个也很重要的就是人的部分 因为其实每个人其实都有负责专精的领域 但是要如何让这么多人 把自己专精的领域把它整合起来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透过这次的发射 我们来证明了说 台湾民间学校单位 其实有一些研发的能量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那不一定是要透过军方 或者是国外专业的厂商才能做到 因为我们火箭希望让它浮起来 然后整个火箭的话就是浮力跟中力的比例不太够 所以我们要塞暴力楼 那就像他讲的 那个给火箭装 更特别的是 这次的火箭从设计规划 制作到组装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MIT 由台湾团队一手打造 从零开始靠着自学 甚至是模仿 完成了自制火箭的梦想 人家做的不一定是我要的 那人家没有做的不一定是我不能做的 那所以就会 当然也是要参考别人怎么做 毕竟学习本来是从模仿开始嘛 然后看了一轮以后再来开始做 我们常说火箭是一个梦想的一个代名词 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当然是希望尽量使用台湾现有的一些零组件 或者是我们台湾自己研发制造 因为这样就表示 其实我们台湾是很有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只是差 有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的差别而已 这个当初说要拆 因为往上拉下来就不会拆了 所以现在已经不会拆了 不过要建造一支火箭可没这么容易 从材料到人力成本 总金费就高达六千多万 扣除科技部补助的两千多万元 为了补足剩下的经费缺口 ARK团队更在2021年7月 发起了群众募资 没想到最终有七千一百二十五人响应 募得超过两千五百万元 也就是说这支火箭是聚集了众人的梦想 以及力量共同完成 绝集系统 那他们可以一起去跟我们一起去追寻这样的一个梦想 那发射的成功当然也代表的就是 这是我们进入太空的可能第一步 或者是说第二步第三步这样子 努力超过十个年头完成了上百次的火箭测试 如今终于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射升空 让所有成员们倍感骄傲 我自己也见证了参与了台湾的太空科技发展的一部分一个里程碑 因为我是软体开发组 所以我会觉得我的程式码非常甜了 有种就自己感觉很骄傲很感动这样 当我们定了一个很难的一个目标 然后真的去执行 跟着一群人一起去执行 然后一起成功欢呼的那一刻 其实是最开心的时候了 将热情与梦想化为燃料 未来只要火箭顺利升空 便能够用行动向世界证明 台湾的太空科技产业也能够一飞冲天 更期待能够早日写下台湾太空发展的光荣时刻